说起国内防盗机关做的最好的古墓,要数锅装储木莫属。 这座古墓曾被盗20多次,仍然留下了上千件珍贵文物,大量盗墓贼来到这里往往都是无功而返。 而这个古墓被发现的过程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一伙盗墓贼花费数万元,又搭工又搭料,挖了几个月,最终发现这个古墓防盗技术太牛了,自己根本没法进去。 气得盗墓贼买来大量炸药,装进盗洞里引爆,以此来泄气。 爆炸声音之大,让附近好几个村的村民都听到了,才让有关部门注意到了这座古墓。 锅装储木位于河南上菜县锅装村,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上菜县这个地方,在战国时期原本是蔡国的领土,在锅装储木东边三公里就是蔡国的都城故城。 不过战国中早期,楚国人就占领了这个地方,并且将其作为了楚国贵族的墓地。 根据古墓中出土的上千件文物,很容易能够判断这是一个楚国贵族的墓葬。 不过关于墓主人身份,却成了一个谜,专家们也捉摸不透。 在盗墓贼怒炸锅装储木之前,当时国内发现的拥有击石击杀的墓葬,不超过五座。 锅装储木能布置这样工程浩大的防盗措施,可见其身份地位极高,陪葬品极为繁多。 经过对出土文物的仔细对比,其中发现了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永忠以及升顶。 从摆放升顶的位置来看,应该能够摆放七只升顶。 根据周礼,天子陪葬九顶,诸侯七顶。 因此这个古墓很可能是楚国诸侯奴。 不过由于春秋时期,礼乐就已崩坏,战国时期自然更严重。 礼乐崩坏,很多人也不按规格来了。 具体是不是诸侯奴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够证明。 除了永忠和升顶之外,在古墓中最大的发现, 就是出土立尊直径八十厘米的超大圆顶。 这尊顶大小仅次于楚幽王墓中获顶。 墓中的大量陪葬品,无不显示出墓主人显赫的地位, 也难怪锅庄楚墓会修建得如此复杂。 那么,这座被盗墓贼光顾二十余次的古墓, 究竟是怎么修建的呢? 不仅劝退了无数盗墓贼, 甚至还能在两千多年后, 弃得二十一世纪的盗墓贼买来炸药, 即使不盗墓也要把墓给炸了。 及时击杀墓葬,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流沙陷阱。 在墓葬上方, 倒入大量烤干的沙子, 等盗墓贼将盗洞挖到流沙层, 就会因为流沙会下线的特质, 无法继续往下挖掘盗洞达到防盗的目的。 而更为大型的墓葬, 还会将流沙层体量扩大数倍, 在流沙中间混入大量石块, 这样不仅能够将盗墓贼劝退, 甚至能在盗墓贼执意还要挖室, 通过流沙中的石块将盗墓贼砸伤砸死。 不过, 在流沙中混入石块, 增大杀伤力, 工程量极大, 因此很少有人这样搞。 并且锅庄古墓体量也极大, 东西长15米, 南北宽度达17米, 细沙足足铺了11米高。 在锅庄楚墓发掘之前, 我国也仅发现过五座拥有几石几沙的墓葬, 可以说锅庄楚墓比帝王陵墓还罕见, 盗墓贼为了应对墓葬中的几石几沙, 买来了大量红砖、墓板, 像是挖隧道一样, 在锅庄楚墓中一边挖一边搭板子, 自掏腰包买了几万块的材料, 想要去搏一搏墓中的宝藏。 但谁知道, 在盗墓贼辛苦挖了几个月之后出了尸骨, 原本预计能够顶得铸流沙的墓板, 被一块巨石压倒了, 根本没法继续挖。 盗墓贼在尝试往附近挖掘之后, 发现根本绕不过去, 周围全是类似的巨石, 如此大体量的鸡石击沙墓葬。 不光是这几个盗墓贼第一次见, 就算放眼全国, 这样大体量的鸡石击沙墓葬, 也难找到一个类似的。 几个盗墓贼眼见自己花了好几万买材料打了水漂, 还搭上几个月时间越想越起, 一怒之下, 买来大量炸药塞进盗洞中, 想直接把这个古墓给炸了。 锅庄储墓的设计十分巧妙, 工程量也极为巨大, 利用一环套一环的防盗措施, 防住了历朝历代无数的盗墓贼。 在锅庄储墓的最上层, 是厚达两米的丰土层, 其中加入了大量夯土, 看起来与平常土地无异。 在丰土层之下, 是深达七米的夯土层, 超深的夯土层, 足以劝退大部分的普通盗墓贼。 一般人往下挖了十来米, 啥也没看到, 自然也就该换地方了。 而在夯土层下方, 墓主人还填了三米深的乱石 加上大量的流沙, 即便有盗墓贼耐心够好, 真的挖到了这一层, 也会被流沙乱石吓退。 即便是准备十分妥当, 自信能够通过流沙乱石层的盗墓贼, 墓主人也早有准备。 在三米深的乱石层底部, 墓主人设置了一个盟顶石层, 其中放置了一大一小两个土质的棺材, 并在附近放置了一些碎雨。 想要骗果挖到这里的盗墓贼, 让盗墓贼以为这里是一种, 底下的盟顶石层没法再往下挖了, 已经到底了。 在古代, 由于陪葬品太过丰厚, 盗墓贼极多, 因此很多人都会设置一种, 来防止自己被人盗墓, 落得暴石荒野的下场。 其中最知名的或许要属曹操的一种了。 三国时期, 曹操为了凑军费, 专门成立了一个盗墓的机构, 让他们四处去盗墓找宝。 经常挖别人墓的曹操, 自然也怕自己死后被别人掘了棺材板, 于是设置了大量的一种。 而早在曹操之前, 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历朝历代墓主人和盗墓贼的争斗就从未停止过。 锅庄储墓则是通过在真墓中设置一种这样的方式, 骗过盗墓贼。 有人通过锅庄储墓这种深谙人性的设计判断, 墓主人生前很可能自己也干过盗墓的勾当, 才会这么怕自己的墓被盗。 不过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总会出现一些不信邪的盗墓贼, 还想要继续往下挖的。 墓主人也早有预料, 因此墓中的流沙乱石总高达11米, 除了一种上面的3米外, 在一种下方还有8米深的流沙, 足以让人挖到绝望。 在20多个现存的盗洞中, 有一个就继续往下挖, 挖到了蒙顶石层下方的第二个石层。 这里是墓主人在自己棺果上方设置的一个贴顶石层, 只要盗墓贼再继续往下挖, 就能够见到棺果了。 但可惜的是, 这伙盗墓贼挖到这里就没挖了。 当然, 挖过了这一层的盗墓贼也不少, 其中有18伙盗墓贼挖穿了这一层, 顺利进入了棺果市。 但让人难以想到的是, 墓主人在果市下方还设置了第三层迷惑人的蓝腰石, 让即便是有18伙进入果市, 也没有盗走多少东西, 只拿走了一些墓主人提前放在这里的一些迷惑性陪葬品。 在蓝腰石下方的第四层, 才是墓主人真正的墓室所在。 可惜2000多年来, 18伙进入果市的盗墓贼全都被骗走了, 没有一人进入到真正的墓室, 让墓主人没有被惊扰。 锅庄储墓独特的设计, 让盗墓贼不管是从上往下挖掘盗洞, 还是从别处挖完盗洞, 在水平挖掘通道进入, 难度都极大。 不过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即便是设计如此巧妙的墓葬, 也还是有自己的败笔。 从锅庄储墓的设计来看, 可以说是如今已发掘的古墓中, 防盗设计最为精巧的一个, 但墓主人在设计这个墓的时候, 却露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锅庄储墓的北边不远处, 后来又埋葬了墓主人的妻子。 其妻子的墓葬, 无论是建造的大小, 防盗设计都远不如锅庄储墓, 因此等到被考古专家发掘出来时, 早就被盗墓贼盗得扎都不剩了, 成了一个卫生墓。 也正是因为旁边就是墓主人妻子的墓, 两千多年来, 大量的盗墓贼知道锅庄储墓一定有极为珍贵的陪葬品, 于是盗墓贼们不畏艰辛, 想要攻克锅庄储墓。 早在战国时期, 就有人在两个墓中间打下去了一个盗洞, 盗墓贼先是往北边, 发现了这个楚国贵族妻子的墓, 在盗走了大量陪葬品后, 又返回来想要盗掘锅庄储墓。 结果由于这伙盗墓贼准备不够充分, 实力有限, 往南边挖了没多久, 就发现挖不下去了。 十多米深的流沙加上大量石块, 直接压塌了盗洞, 让盗墓贼无功而返。 不过在两千多年的时光中, 还是有人坚持不懈, 最终挖通了盗洞, 在最后一层盗走了一些陪葬品。 好在锅庄储墓防盗措施确实给力, 即便是有盗墓贼能够得手也只是少数, 只带走了少量陪葬品。 甚至到了21世纪, 有盗墓贼在发现了锅庄储墓之后, 依靠21世纪的科技水平, 还是没能破解两千多年前的防盗机关, 一怒之下选择用炸药炸了锅庄储墓。 任谁也想不到, 这场跨越了两千多年的盗墓人和设计者之间的对决, 会以这样戏剧性结尾。 毕竟两千多年前的人, 也没想到盗墓贼会有炸药这种黑科技。 2005年, 国家发现锅庄储墓上方组有20多伙盗墓贼留下来的盗洞, 还以为锅庄储墓早就被盗的渣都不剩了, 决定对锅庄储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从2005年开始发掘, 一直到2007年, 考古队经历一年多时间, 才终于将整个锅庄储墓发掘完毕。 足以见得当初这座古墓修建时是个多大的工程。 不知道大家如果早生两千年, 能否设计出如此精妙的机关呢?